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美照从小就有表演欲 八岁进入演艺圈 还录制过两张闽南语唱片 后来成为王明山旗下的童星 陆续演过闽南语剧与歌仔戏 在台湾相当有名气 红了之后也出演过多部电视剧 比如《梦丽君》、《傻女婿》、《星期侠武艺》等电视剧 还参加台式道场闽南语连续剧的拍摄 凭借《傻女婿》让她红透半边天 演出《梦丽君》当天 被争读偶像风范的戏迷撕破衣衫 在身上留下淤青 吓得她花容忘形 方可知当年的爆红程度 那时候的她才二十岁 林美照二十岁就选择嫁人 想得到家庭温暖 但结果还是因家庭问题离婚收场 林美照在三十岁那年结束了与前夫的十年婚姻 从此母间复职三十五年养育一双儿女 有趣的是 向来叫疼爱女儿的林美照 她那柔美娇春的性格并没有影响女儿 反倒还将爱女陈相于养的颇具男子气概 从小深知妈妈单亲育儿 辛苦的她 更是窝心地将要保护妈妈挂在嘴边 让林美照欣慰不已 对此 陈相于就曾在受访中 分享自己印象中的母亲 她说比起妈妈 她更像是一个女儿 我们之间的相处就像是姐妹事实上 她也非常珍惜这样特别的亲子相处的机会 说着说着还不忘分享林美照在她眼中 像个长不大的孩子王 透露出私底下的一面 陈相于说她有时候不吃饭 不睡觉 玩电动玩到高兴 可以彻夜不睡觉 相较于对女儿的百依百顺 林美照对待儿子就显露出性格中古灵精怪的一面 常常让身为职业军人的儿子哭笑不得 有一次突然被妈妈叫下楼 说她的车被人撞了 要她赶紧处理 等到她心急如焚冲到现场时 妈妈才悠悠地对她说 儿子啊 我撞了你的车 你现在可以选择报警 不然你就要自己付钱修车了 让她直接愣在当场 知道妈妈根本就是让她认命 只好摇头苦笑 母子俩斗趣的互动中也尽显她们的好感情 林美照曾万秀朱王之妖 身穿华服和唱歌曲 56岁的相娃保养得宜 身材依旧火辣 逼得主持人朱歌亮差点喷鼻血 只得直接鼻塞卫生纸 硬着头皮上台访问 如今已经63岁了 洁白的皮肤和稚嫩嗲声 经常吸引比她小的年轻男子注意 曾受邀到国内出游 马上就吸引来当地知名的梅公子 富二代抢着请她吃饭 魅力横跨二岸 也因此 林美照是当时公认的大众情人和女神 大概由于小时候受苦太多 父亲在她上小的时候因病去世 而后母亲带着她和其他四个孩子 一起改嫁到是赌的继父家 八岁便在成年人的场所卖场 经历了生活百态的她 还曾差点被继父卖掉换钱 因此觉得钱越多安全感就越足 于是年轻时候的林美照 就是拼命接戏 曾创记录连续七天没有睡觉 当好不容易有时间休息时 却发现没办法进入深度睡眠后 服用安眠药入睡 一吃便是三十多年 还导致脑损伤被医生诊断为失智症 等同于老年痴呆 对于一个活跃在营亭上的女星来说 打击是巨大的 她说自己的母亲就患有老年痴呆 后期严重到大小便失晋 活得极其没有尊严 她不想那样 所以她即使花上百万 也要来修复脑神经 而歌仔戏国宝资深女星莲明月 娶2022年罹患肝硬化 在厕所昏倒四十分钟 怎料今年1月16日不敌病魔 因心脏积水病逝 享受七十岁 而今日在新北板桥殡仪馆举办告别式 女星好友林美照在现场哭到需要人搀扶 莲明月去年12月传出病危 送进家户病房中 即使患肝也有90%的危险 最终历经18小时开刀熬过危险 怎料手术后心脏情况不佳 于今年1月16日凌晨过世 享受七十岁 莲明月告别式于今日初六 在板桥殡仪馆举办 不少演艺圈好友一早都前来致意 包括林美照 叶青 杨怀民 鸟来墨吴明等艺人 林美照甚至泪洒现场 似乎是太过伤心 走路时险些站不稳 还需旁人搀扶 林美照感伤地透露 她从小就认识莲明月了 如今发生这种事让她很难过 舍不得 希望莲明月无挂碍 当一个快乐的天使 林美照则是边讲边哭 一度哽咽到说不出话来 此外 女星叶青与莲明月相识十年 感情早已超越好友 关系如同家人 叶青悲痛地说 莲明月住院时 她都不敢去探视 还想等对方健康时约出来 反而却收到恶号 想不到她说走就走 我是心里很难受 讲不出那种感觉 叶青也坦言 内心真的很舍不得 但只要想到莲明月生病那么痛苦 或许走了才是一种解脱 祝福莲明月一路好走 林美照在娱乐圈中相当有辩识度 不过65岁的她称自己的生代受损 导致被迫开刀做手术 因此会影响她日后讲话的音色 就连这一特点也将不复存在 原本很爱在家中高歌一曲的 她手术失败后 三年都无法开口唱 直到三周前她二度手术 医生评估她生代薄 需要抽支加厚 因此她以自体脂肪注射在生代 目前术后恢复良好 也接受语言训练 终于可以开心哼歌 不过这次现身 听得出林美照声音变得较为低沉 但她不担心招牌娃娃音消失 反而庆幸说 很多人以为我是装的 我自己其实非常排斥 因为声音限缩了我的戏路 林美照透露 以往演戏都有刻意压嗓 因此导致发音位置错 声代也受损 她希望借着这次手术告别娃娃音 而她只要在休息一个月就可以开始 接喜付出 没拍戏的这段日子 她追剧过生活 但她不看新闻 不愿接收负面消息 才能好好保养 目前她除了一双儿女外 也有个十岁内孙 乐当漂亮 阿妈 她小说 身边已经二十年 没有护花使者了 可是命运总是爱捉弄人 在声代手术结束之后 李美照又患上了急性肺炎 在例行检查时 她竟然还发现在肠道里 竟然有很多形状各异的肿瘤 并且大大小小近二十个 其中还有一个原胃瘤 在医生的建议下 她进行了手术 将这些肿瘤全部切除 如今已无大碍 可是因为她的饮食 和作息严重不规律 所以她发现血脂血糖 胆固醇都偏高 李美照做完肿瘤摘除手术后 竟然又患上了白内障 如今再考虑等身体好一些了 就去做白内障手术 这接二连三的健康问题 令人震惊 李美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自己感到很困扰 所有的情况都不是很严重 但身体接连亮红灯 还是很害怕 非常担心自己成为儿女的负担 坦言自己不想躺着火 随后林美照还表示 今年如果能调理好身体的话 将在年底回归戏剧圈付出拍戏 为了健康着想 她也开始被迫开始运动 并调节自己的饮食 据悉她每天都要吃七颗坚果 而且水果也只能吃巴掌 那么大的分量 这对于喜欢吃坚果和水果的人来说 莫过于是一种痛苦 而她却不得不坚持下来 毕竟如果不坚持 那日后的健康就堪忧 在切除肿瘤之后 她的身体慢慢恢复 可是没有想到好运 还是没有降临在她身上 因为接下来她又患上了白内障 总之大大小小的病都找上了门来 也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吧 不过也因为这次患病 让她颇有感悟 当年母亲叮嘱她保重身体的时候 她却不在乎 在年轻的时候 便拿自己的健康去换钱 而到老了又拿钱去换健康 随后她也在节目中透露称 自己有想举办生前告别会的想法 因为她觉得 如果自己死了之后 再办派对的话 自己就没有办法看到了 所以不如趁现在 办一个生前告别 现在她的身体频频亮起红灯 让她对于生命更加的尊重 同时也有很多的不舍 再加上她觉得 如果自己哪一天突然走了 还有很多想见的人 见不到非常惋惜 所以才想要举办一次生前的告别会 此外她还说这次是生前告别会 所以不应该是沉重或者悲伤的 希望大家能够盛装出席 像平常一样唠唠嗑就行 最后一天都不见到 随便知道 因为我们不见那儿 我们不见诚 有些总机能还要 我们不见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